大过年的还要来看到这个脱掉业者也是怒气冲冲 国道远礼路段呢 有脱掉车的业者为了抢故障车的生意 居然在国道上面爆发了冲突 其中有一位掉车司机不满生意没有做成 甚至当场亮出铁制的盾气 咆哮威胁 高调的向下 要对方跟车主好好过年 身穿橘色外套的男子 一手拿着盾气怒气冲冲 找上另一名男子 两人在路肩上先是一番争论 之后局一男更是步步紧逼 两人都是脱掉车司机为了一辆故障车起冲突 当下他也同时打给1968派遣脱掉车 那他也立马打电话取消 说他给现场脱掉车脱掉 他已经取消了 但是高中局所派遣的那台脱掉车 不甘愿 又前往来 下车的时候就拿铁棍 叫回前就路骂说车子就放下来 不然你看你要怎样 这位置都很太巧 然后就又骂车子 8号小年夜 国道车流量大 国道3号运离路段 出现了一辆故障车 脱掉车业者接获电话 说在国道上有故障车 立刻赶往现场 没想到才刚把民众的故障车 拖上吊车 又有另外辆车赶到 以车挡到还不够 还口出恶言威胁 国道警察表示 高速公路脱掉作业 有一定的危险性 遵循先到先处理原则 交控中心也只是通报 但这样为了抢生意 暴气又威胁 遭恐吓的脱掉车 业者强调已经报警处理 要为自己掏空道 记者彭王旭 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